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看建财经 新能源车是这两年最大的风口 如果龙头公司持续下跌 那么是不是也就说明行业也要进入调整周期了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跌破600美元特斯拉还有没有底 此外 马斯克这个问题也需关注 突破900美元后 特斯拉的股价并未保持一路长红的走势 而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接连跌破800 700 600美元三个行李关口 下跌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跌无止境 目前刚未买入特斯拉的投资者 要么已经亏损 要么已经回吐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那么特斯拉还能不能持有 到底具不具备投资价值 首先我认为特斯拉一定是具备投资价值的 这点不可否认 过去一年多上海超级工厂的建成 以及盈利拐点的到来 让一直徘徊在破产边缘的特斯拉 直接成为市场最亮的新 在新能源的风口上 特斯拉就是那头飞得最高的猪 那么涨多了就要调整 这是规律 因为调整完了之后 也一定会继续上涨 对特斯拉这种全球性优质企业来说 能走十几年到今天的这个位置 说明它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既然被认可了 资源就不会轻易撤退 同样的问题在苹果身上也出现过 2016年 苹果公司盈利出现了拐点时 很多人都不再看好苹果公司 这时候有一个人坚定的站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巴菲特 面对市场 他诠释了什么叫别人恐惧 也就是说他不仅没有看工 而且建仓了苹果公司 此后他一直陆续加仓 直到苹果成为伯克希尔哈萨韦第一持仓股 时间证明了苹果公司的价值 也证明了巴菲特的判断 2020年疫情蔓延下 美股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频繁熔断 巴菲特依旧没有选择清仓苹果 财报公布后 我们发现伯克希尔哈萨韦 2020年大部分的投资收益都是来自于苹果 此时的特斯拉也处在相同的位置 只不过浮动稍微大了一些 基本面向也没那么好 那么特斯拉还能不能持有 从目前来看 特斯拉的下跌似乎还没有结束 也就是说600美元并不是底 消息上特斯拉以及马斯克 似乎最近有点跑偏 在币圈中纠结 似乎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如果做好了特斯拉 它的收益将比炒币要多得多 为了点银头小力去拼命站台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因此我倾向于继续观望 等到特斯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量产进一步提高 亦或是电池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之后 再去重新选择 这时候的确定性也会大很多 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知道 一旦错过了某个风口 大概率是追不上的 作为投资者可以在新能源产业链上 做延伸 去找那些确定性比较好的行业龙头 这样会比直接投资特斯拉好得多 那么特斯拉未来会怎么发展 2020年业内大部分基金 机构都提到了一句话 叫做用时间消化估值 换句话说 未来几年是很有可能 特斯拉的股价会在一定的区间内震荡 然后通过企业发展 产量的提升 来消化目前市场800倍市盈率 当然这里面也并不是没有风险 比如特斯拉的基本面发生变化 或者传统车企 大量转型新能源等 另外马斯克的个人财务问题 也是我们投资特斯拉的一个重点 众所周知 马斯克已经出售掉了自己的个人房产 它的大部分身价都来自于特斯拉的股票 以及SPXX的股权 有数据统计显示 2019年马斯克支押了 其手中40%特斯拉的股票 以获得资金 截止到2020年4月28日 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54% 如果未来马斯克用钱的地方继续增加 那么有可能他会质押更多的股票 届时 如果特斯拉的股票下跌比较多 那么他的个人风险会不会传导到公司层面呢 马斯克股权质押一旦低到低位 被平仓 那么引起的连锁反应肯定是 这家企业所不能承受的 所以我们目前应该对特斯拉保持谨慎观望的态度 等到企业彻底稳定之后 再重新进行投资 那时候可能收益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非常的安全